我弟呢 啊你弟啊他走了 怎么这么快就走了 啊我叫他走的 你为什么要叫他走啊 我他坐在这里我感觉没用了呀 所以就叫他走了 怎么就没用啊 你是不是说什么话得罪他了 要不然他怎么不等我上完厕所他再走啊 没有他是 骑嘛他有事情就走了 骑他也会等我 你说什么话啦 我就说我没钱啊 他问我要钱我没钱啊 他问你要钱干什么 不知道他总是想着跟我借钱 所以我说我直接说没有啊 没有他就走了 对啊 找到我了 不可能啊 怎么不可能啊 你肯定是说什么话得罪他了 我没有得罪他 我就是说没钱 叫他以后少问我借钱一点 你说没有就没有呗 你干嘛要叫他走啊 人家偶尔才来这里又不是经常在 那我说没有那他就走了嘛 我又没有赶他走他自己走了 我怎么感觉你就是在赶他走啊 我哪里赶他走嘛 他是我小舅子 我怎么可能赶他走嘛 那你怎么不让他吃个饭再走啊 肯定是你说话得罪他了他在走的 要不然他吃个饭他再走啊 没有啊那他问我有没有钱 想跟我借五万块钱 我说我没有钱 那他就直接走了 经常问我要钱 那有也不敢给了 经常问你要钱 对啊 你又不是经常给的 那之前给的也不少啊 你你弟一直问我要一直问我要 是不是啊 所以我就这回就说没有啊 他就直接走了 你骗我 我骗你什么 他本来就是来楼下这里有事情 然后速度来到我们家而已了 速度来我们家问我们有没有钱 那他怎么不问我问你啊 他你是不是要他还钱他才走的 我没有问他还钱啊 他知道我家我们家是我管钱啊 所以他问我借我说没有啊 那他就走了 我才不信 拿回手机来我打电话问他 你问也是一样的 反正说没钱他就直接走了 那你怎么不借给他呀 我之前借给他的已经不少了呀 是不是他再借给他那我的 我还要不要生活啊 他借找你借钱肯定是有歧视他在借的 要不然他怎么会找你借呢 会有什么歧视哦 像他那种好吃懒做的 一点点的啥事也不干 就来到下面顺路都要来问一下啊 有没有钱 我只要说没有哦 他就走了呀 我怎么可能赶他 他是你弟嘛 是你小舅子嘛 是不是 不是我还说让他等你先上完厕所 出来再走呢 你怎么不让他先吃饭再走啊 还要等我上厕所玩再走 那你就是在赶他 就就算我叫他留下来吃饭他也不吃啊 他像那种他只想要钱 你不借我自己借 借什么借啊 不要拿钱给他了哈 你要多少钱呢 不要问他了 不要拿钱给他了 我告诉你 我赚钱辛辛苦苦的 我每个月才三四千块钱 你还要借钱给你弟 他肯定是有急事 我们家还要 还还要用钱啊 我们用钱多了 地方多了去了 他一个年轻人 一个单身汉 他用什么钱啊 他肯定是找到女朋友了 然后要跟女朋友出去玩 那搬也不上 像他那种人 天天游手好闲的 到处玩 那么爱玩游戏 你给也不给 就只要在这里说 肯定不给啊 给他也是没什么用的 他也不是急用 就是来去玩 什么打游戏啊 网吧啊 全部去玩那些东西 没用的东西 是不是 怎么就没用啊 去那里还会遇到对象呢 遇到对象 像他那种人啊 一点都不丧心 遇到女生 是别人女生都不会喜欢他的 我告诉你 我不想跟你说话 说话老得罪人 难怪他没有吃饭 没有等我就走了 那他问我要钱 我说没有 那他自己走 你怪我啊 怪我咯 就怪你啊 走就走呗 我还巴不得他少来一点啊 你看你 他来每一回都是 只会从我身上索取 不会 带来什么任何东西 你还是那他给你带来什么东西啊 不是带来什么东西都行 但是不要从我身上索取索走啊 我先说你带来什么呀 你带来什么呢 我先说你带来什么东西 我先说你带来什么东西